这个纾困方案的内容是什么 县长特别有指示 为了要协助我们宜兰县的一些产业界 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特别跟中央争取的资源 在宜兰县预计在4月6号、7号、8号 共会举办三场的一个地方 和中央的纾困的一个说明会 那个内容大概怎么样 这次的说明会因为中央这一次的纾困计划 因为企业界都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们邀请了中小企业处的长官 还有银行团 还有信保基金的一些专家学者 来现场跟各位企业界的大老板们说明 还有就是在现场会有一个QA的一个 座谈的一个时间 让大家可以充分的去发问 对于中央不了解的部分 都对在现场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双向的沟通 原则上是可以增加贷款 还是降低利息 目前了解的部分 中央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但是详细的部分 还是邀请大家到现场来的时候 现场会有详细的一个说明 现场要报名 我们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才事先报名 那每一个场次只有30位 所以请要参加的企业组 事先来报名参加 要事先报名 一次30位 是 OK 谢谢怎么样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